立委陈玉珍有到厦门要沟通 关于小三通的复航问题 还有经久的输入的议题 而陈玉珍也特别透露说 这次小三通复航有疑虑的 大概只有苏奎一个人吧 因为他说现在担心会有强要情形 再把时间交给陈佑 各位到现场 我们这一节邀请到立委陈玉珍 来到的现场委员早安 各位大家早 对委员我们刚从厦门回来 那当然主要就是谈 有关于小三通的复航 那现在整个的进度如何 尤其今天早上还有咨询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还有咨询总统府的秘书长 李大为 现在整个局势是这样子 我今天早上是请教我们国安会秘书长 说就他的认知 他是最高的国安单位的成绩 请问他就是说 针对小三通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大陆是不是 以他的情之来讲 大陆是不是有开放的意愿 那这个顾立雄是说 他认为也是有 大陆也是想开放 这个是他的认知 这跟我去厦门 跟这个涉台系统相关的人 面对面的讨论的答案其实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两岸小三通的复航 在这个大陆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没有意愿 就是他们应该是乐观其成 这边看待的 好那现在回头过来 就是这个关键点 就是在我们台湾这边 台北这边到底想不想要开放 我今天特别 我们看到因为前几天有很多分分劳劳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苏院长 就是在讲说 如果开放会有抢要 我觉得就要说的是比较 言过其实 因为现在大陆并不能来台湾 那个根据这个规定 第一个大陆那边有没有开放 大陆来台湾自由行 第二个大陆人现在也不能随便入境台湾 所以如何过来抢要呢 然后我觉得苏院长是不是还活在 比较过去的这个日子里头 就是他都不知道这个 我们的政策是大陆人现在不可以 随意进来台湾 那第二个来说药好了 其实大陆的医药产业 事实上也是非常的发达 事实上不是他这个那么多的人口 那么那么多的这个汽产业 制药产业也是非常发达 那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BNT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复兴 什么相关的公司都有那个 那那个世界大陆在那个 比如说如果说疫苗 他们也有自己的疫苗 所以我不知道 他们要来抢要 要来抢什么样 好即便如果他们真是来抢要 比如说我们这么好的 比如说高端疫苗 我们打不完的高端疫苗 或者是这个那个可能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感冒药退烧药 我们很多还是买可能日本的 或者是我们台湾有很多学民药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 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制药产业 如果到运营来买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 这个不是很高端的吗 就是如果是止痛药退烧药 那到运营来抢 他愿意让我们进口过去 这个不是对台湾制药产业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吗 又可以赚钱 对又可以赚他们的钱 又可以增加我们制药产业的活力 这个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苏院长的格局实在是 让我 他所说的话让我不能理解 就是说 不要说医疗是无国界这件事情 人家需要帮忙 在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要有那种 人积极的精神 我们自己够了 我们再去 我们也去帮助其他世界各地的人 这个都是一件好事 更不要说 卖这些东西还可以赚钱 还可以提升我们的产业 这个何乐不为呢 那他们也现在不可能跑过来 他们也跑不过来 所以我不知道院长这样的回答 这个根据在哪里 对所以我这样看起来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既然带路能不能过来 那委员也说 小三通主要都是一些可能台商的子女 小三通会用的都是台商台干台生 都是讲实话都是台风经骂的人民 对吧 要回来的都是自己人 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 结果他说自己的国人会回来抢 自己的国人不能回来治疗吗 我说家里的子女 台湾的子民在外面受了风寒 懒得风寒 你说你不准他回家来治病 回家来看医生 回家来那个 回到家里温暖的怀抱吗 这个听了我想很多在大陆努力工作 这个台商台干或是台生 这个心理应该会觉得很难过吧 这太冷血了嘛 而且再也都要过年了 对而且又是过年 那因为你现在不开放的话 你现在如果不开放 现在那个事实上反台的机票也非常贵 那上海那边回到台北 一张机票要七万块 这么贵 真的而且还要抢位置 然后现在如果一家有三口 回来一趟二十几万 这个也是首费甚高 我们是不是政府可以多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 不要一直是想说 两岸的角力什么 你把那些政治先放在一边 还是先把民生 把经济 把百姓的事情先当一回事 因为需要坐小三通 这个航线的 都是台澎金马的人民 不是超路人 因为他是比较便宜 就像大三通也在通了 三通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就比较快速便宜 这样的管道 苏联想的思维还没转过来 而且另一方面 食药署一直在说 这一次禁止我们的台湾的农鱼产品 疏销 是因为里头要填这个配方 有这个机密的部分 后来就发现你食药署 去要求别人来进口到台湾 也是一样要填这些配方 所以 这个是WTO很多 这个世界贸易规则 统一的一些规定 就是如果这个 而且这个规定 中国大会在发布之前 事实上也有送给那个WTO 也是有一个国际贸易的组织 一个国际贸易的 这个相关规则在运行的 那如果我们觉得 他是对我们的特别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向WTO提出申诉 这个也是我们合法的权利 我今年五月事实上刚刚去WTO 这个台湾的那个 他叫台澎 我们那个加入的名字叫台澎金马 关税领域 去加入的这个 我们刚去那个 我还跟我们住那个 这个WTO的大使团 我还跟他们有聚会 跟他们讨论 还去现场参观 实际上我还刚去 但是现在因为WTO这个申诉 就争议争端的解决的这个 这个机制 现在事实上有点 就是因为也是说实在 在美国跟其他各国的这个角力中 所以这些委员会 都还没有完全的可以成立 没有办法选出这些仲裁 调节的这些委员 所以我们跟WTO申诉 当然是主张我们的权利 但是矿日费时没有 这是远水 远远远远远的水 救不了近火 救不了现在就在水深火热里头的 这些受伤害 受影响的台湾企业界 所以现在这个金九输入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明天 已经找金九公司 还有相关的部会 过来开会 针对这个文件 哪些不齐备 或是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我们会协助金九来补齐 来填写完善 然后然后会继续申请补件 会喊话政府说不要再卡了吗 我们当然是这样希望 就是说政府不是不只是不要卡 不要卡是不要卡小三通 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农水农鱼制品这些东西 事实上不但不应该卡还应该要协助 这个才是真的以名为念的政府才真的是站在百姓这边的政府 好我们今天办了谢谢委员的把握时间 谢谢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做不到的明代自己来做 明代自己到了这个厦门来谈有关于小三通的富航 甚至是有关于金九输入的相关的议题 当然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其实现在小三通 为什么一直不重启 到底是不是苏仁昌你自己一个人在搞鬼 因为现在来到台湾的这些都不是大陆人 那怎么又何来的抢要说呢 那如果一直用抢要说来搪塞 来不愿面对小三通重启的问题 那根本都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在作祟了 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